大家好 喜不喜欢吃豆豉鲫鱼呢 我就很喜欢啦 今天用南瓜和米粉 蒸豆豉鲫鱼 咸咸香香好惹味的 用来蒸米粉 饭都不用煮 又鱼啦 又瓜 又米粉 咸香香好惹味的 豆豉鲫鱼 我是用这一种豆豉鲫鱼 用任何牌子都可以的 首先将豆豉鲫鱼 夹起了先 然後將鯪魚撕開或者用筷子鬆開都可以 撕開長腸底一片片,不要太濕碎太細粒 我剩下這一條不撕住了,留下要來拍照 這裡剩下豆豉,有用的一會兒告訴你如何用 豆豉鯪魚準備好了,準備南瓜有一磅,南瓜要去核 南瓜皮可以吃的,我要回,但皮表面有很多沙塵,要用牙刷清洗,刷乾淨一點 我是用這一種小小的南瓜 然後切開小小粒,不要太吼,一口一粒 鯪魚裏面的豆豉,現在用一半先 然後加些蠔油,生抽,適量胡椒粉,攪拌均勻 準備好南瓜之後,現在來準備米粉,我用了一排米粉有6盎司 那米粉要用溫水浸泡,如果用的米粉比較硬身又粗的呢,浸的水用熱一點都不要緊的 浸到九成軟熟了 各位觀眾,在影片頭尾或中間有廣告的,希望大家支持一下,非常感謝 浸到這樣,要夠軟熟才行的,不要太硬啊 攪拌好水分之後,就可以馬上放下碟了,不要擺放那麼久 那麥粉需要調味,首先加一些水在碟底先 蒸的時候不要那麼乾咯,有些水分 然後將剩下那一半豆豉,加在米粉那裡 還有一些油,我沒有加進去,有些少少,那加不加進去就隨你喜歡啦 調味,有一些蠔油 然後將米粉 然後將米粉徹底攪拌均勻,攪拌到每一條米粉都有味道 现在碟底都有些水在 让米粉不要那么干 好了现在将南瓜加在米粉面 要铺平和不要重叠 到最后将刚才撕开的鲫鱼 加在南瓜面 都是均匀一些 我就将这条鲫鱼做主角放在中间 可以拿去蒸的了 现在用大火蒸10分钟 来形容一下 但这味豆豉鲫鱼蒸南瓜粉丝的味道是怎样 豆豉鲫鱼不用说了 咸咸香香 要来蒸南瓜 南瓜又甜 蒸好的皮都是腍的 加米粉一起蒸是绝配 饭都不用煮 有鲫鱼 南瓜又有煮食的米粉 夏天没什么胃口 蒸一碟就搞定了 在这里又要多谢大家看到片尾 尤其多谢愿意支持广告的观众 在下一集我们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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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